本土疫情爆發 全台防疫險賣出一千一百萬張 不過隨著防疫政策從清零走向共存 讓保險業者快要扛不住 防疫險之段持續上演 產險公會特地召開臨時理事會 除了邀請相關業者之外 也找來了金管會及衛福部的官員 來討論理賠的相關事宜 根據了解會議中各業者將會針對三大議案 分別是接不接受即將上路的快篩陽性及確診 以及數位健康證明書取代診斷書 作為確診理賠文件 以及討論未來確診者是居家照護 屬於無症狀或輕狀未用藥者 演你不再比照住院日兒做理賠 隔離或確診都很明確了 那你說之後輕症也算是隔離 那這部分我認為買保險的民眾一定會 就覺得會跳腳 會覺得說那你這樣失訊於 我們當初買的所謂的契約精神 不只專家認為有爭議 金管會也呼籲各大業者認賠 如果拔拍照 恐怕會損失保險業六十年來的名譽 甚至還怒斥業者不好好合保 沒有及時停售改款等等 才會衍生防疫險之亂 專家提出解透封案 法定傳染疾病的極速 從五級降四級或三級 或者直接從法定疾病拿掉 變成流感感冒重症化來處理的話 那我相信這樣子在理賠的案例上 會大幅的下降 跟理賠金額也會大幅的下降 疫情指揮中心也擬七月中將新冠肺炎 從第五類法定傳染病調整到第四級 保單條款有載明 第五類賠百分百的防疫險 只能賠百分之十 像是確診賠兩萬變成理賠兩千元 對業者來說壓力大幅減少 謝謝觀眾朋友 彭志華 採訪報導